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儘管已經裝上四個後照鏡 大型車駕駛在行駛過程當中 還是不斷左右仔細查看 就是害怕一個不小心 釀成意外 二十五號早上新北市三峽區一對母女騎乘機車跟在軍卡旁邊 卻疑似視線死角關係 當場遭捲入車底 大型車體積大車身長 視線死角自然多 對於駕駛而言 車子正前方一百六十公分 還有車後方 以及兩側A柱 包括四輪周邊兩公尺之內 都是視線盲區 行車必須很小心 只要一個沒注意 都很有可能會發生意外 大貨車如果需要右轉彎 或是左轉彎 都會打方向的來提醒用路人 但這時候問題來了 如果騎士和大貨車並排停車 根本看不到騎士方向 駕駛常常只有瞄一眼 兩側後照鏡就行駛 意外往往就是這樣發生 但不論是大貨車大卡車還是脫掉車 只要是大型車輛 都會在前後左右裝上視線輔助系統 讓駕駛在車內也可以看清楚四周環境 只是還是有少數視線死角 現在是輪跡跟軸跡的問題 因為你在轉的時候 因為你車子越長 它的內輪差就是落差會大 軍卡大概都是三四公尺 儘管如此 軍卡駕駛當下環境有開 也有拍到 卻沒有注意到有人 提醒駕駛轉彎前還是得再三查看 用路人也得遠離大車 千萬別並行行事 就連等紅燈時也別靠近 才不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